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解读一下 二十大碳中和碳达峰双碳目标所提及的一些内容 那么尽可能的给大家讲述我们对各种双碳目标的这样一个理解 那么首先呢我们讲讲提出的一个先例后破这样一个原则 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我们宏观上的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叫高碳碳中和路径的案例 那么在高碳碳中和中我们指的是我们煤炭的碳中和 煤炭的碳中和现在有一些辅助性的手段 比如说我们的碳科技手段碳捕捉技术 那么去降低我们在运用煤炭这个过程中的碳排放 那么我们首先立足的是什么 立足的是我们国家的自然的禀赋 包括我们能源的资源 只有立足好我们能源的这样一个资源 我们才能在我们能源使用的安全性上 包括降碳的过程中 我们才能把握好我们这个能源的 为我们制造也输出的这样一个供给 这也是我们先例后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有了这样煤炭的资源 我们再去发展新能源的资源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水电风光 包括氢能这样一个资源 只有有机的把高碳碳中和和低碳碳中和这样一个资源结合在一起 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新型能源系统安全有效的运行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是钢铁的出产的这样一个大国 有些民营企业呢现在已经开始做从钢帽拓展到了一个新能源的这样一个资源 我们首先在它的上下游产业链上 比如说在我们的运输产业链上 我们从原先的燃油车一直用到了现在的电动车 那么甚至在电动车的这个产业里面 我们把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也放了进去 用我们的绿色电力给我们的这个钢帽行业做低碳减排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立足于现在的这样一个钢铁行业 甚至是钢帽行业 然后辐射于我们整个的产业链 从而也有效的达到了降碳 那么这是我们对先例后破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解 我们不希望放弃我们现在原有的产业 而我们一定要把原有的产业先做精做细 甚至是高质量的发展 那么再从它的产业链上进行这样一个拓展 那么这样既有利于我们国家GDP的稳定 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生产安全的安全性 也更加有利于我们从我们的产业链上 进一步去拓展我们的低碳能源和低碳要素 这次二十大里面提出的新型能源又是什么样呢 新型能源在我们的理解 是把能源进行一种有机的有效的这样一个组合 它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就是维持能源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它不仅只的包含着我们的新能源 风光水电氢 这些低碳的新能源 当然储能也是 它也包含着我们的高碳的这样一个能源 但是新型能源体系它更多的有一种体系和平台的要素在里面 首先大家知道生产要素是劳动力 自然资源 资本 数据 用这些来分析我们这样一个供求关系 我们要在能源体系做一个供给端改革 那么就需要从供给供需的这个分析来分析我们的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 包括数据四大生产要素 在我们新型能源体系里面发挥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这儿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作为自然资源 我们知道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它不仅拥有我们国家非常好的煤炭资源 也拥有我们的光伏风电这样的一个资源体系 这是我们说生产资源要素里面的第一点 就是自然资源 那么呢劳动力 我们也知道最近有很多的人口也走向了西部 人口从我们的劳动密集性城市走向了我们资源的端 这是劳动力的汇聚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资本端 我们现在实实在在的资本端的投资 大部分都是我们新能源体系的投资 那么其次第四点 也就是我们国家最新提出的生产要素里面的一点 就是数据 我们叫数字经济 是帮助这些新型能源体系 去发挥好它的降本增效的作用 或者说我们实现碳价值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 我们把需求供给完全匹配 现在好多好多的纺织企业都为了新能源 包括能够追求它的成本效益 它可能都把自己的厂搬到了西部 因为在我们的西部 它可以用当地比较便宜的劳动力 那么包括用我们比较便宜的绿色能源 绿色光伏 绿色风电 那么从而把这些资本要素组合起来 然后把自己的生产力提高 把自己的产品的竞争力提高 把自己的价格优势提升 那么这都是我们现在已经发生的资本的流动 我们看到生产要素的流动 那么大家知道生产力提高 无非是重新优化资源配置 很多人问我碳汇 碳汇是什么 就是我们种的一棵树 我们种的一棵林子 我们的碳汇是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 碳汇也是我们土地资源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资源原先是不可以买卖的 那么最近我看到一个案例 它可以在银行做抵押贷款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资源 远远可能成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去把它盘活甚至周转起来 那么这是我们说 大家要需要深刻解读 我们这个整个的碳 包括碳汇 它背后的含义 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替代房地产 或者替代其他的固定资产 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的 只要能够把它有效的盘活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数据资产 包括数字经济 那么我还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 就是全球的绿色治理 通过ESG体系 E环境S社会G Governance治理 那么通过这个体系 已经从资本端打通了到产业端的 这样一个投入 那么绿色治理体系也是我们20大报告中 提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一个产业赛道要比财政转移支付更加有效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之前我在一篇论文里面写过 我们可以用碳来进行转移支付 这是一个财政上的转移支付 但是大家知道 如果财政上转移支付 它一般来说 这些资金只能带到100个人 那么带完100个人 它就结束了 那么产业赛道的转移支付 是怎么起到比我们说财政赛道转移支付 更加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呢 首先产业 它会在当地形成资产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知识产权 甚至我们的硬科技 刚才所说的一些赛道上的领域 都会形成我们每个企业的资产 那么资产在通过企业利润的形式 以工资的形式分配到个人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好的良性循环 因为资产不是只分配一次的 它和转移支付分配一次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它可能有10倍或者甚至100倍的这样一个分配的这个效果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每个产业带到每个地区 包括带到我们的县域 包括带到我们的西部 那东西部里面我们都要建立非常 就是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赛道 在当地建立起相应的资产 那这是我们为什么说产业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在20大报告中反复提到的 这要比财政的转移支付更有效果 那么未来什么产品和服务是未来需要的呢 那么20大报告里也为大家指明了 第一个是我们高精尖的产品 包括我们的芯片 包括我们的其他一些服务 那么还有什么服务是大家需要的吗 是垂直化的服务 大家知道刚才第一个举的例子是钢帽的例子 钢帽的例子给大家带来的 我们现在服务的体系不仅是钢材贸易了 我们整个服务体系直接到了新能源充电桩的这样一个服务体系 包括把我们的绿色电力推广到各个消费领域的服务体系 那么这样一个垂直的产业链的服务才是未来需要的 我们的产品结构和我们的服务体系可能会更加复杂化 我们要面对这种服务去改变我们的人才结构 所以现在好多人都在问我 这个ESG碳中和培训的这个赛道是怎么样的 我们希望未来能为我们的产业输出百万级 甚至千万级的碳中和的人才 这也是我至于干的一件事情